回光返照 會知道 啊 我聚生我職 我放不下物質 我有我像人像眾生像受者像 我仁法 沒有辦法空 像這種 如果你慢慢地在這 進入魔藏出來 以後眾生有這種魔藏 你都知道怎麼幫它 所以菩薩修行 會不會有魔考 有 都有魔考 聲聞原訣是心量跟這個知見無法建立 心沒辦法砸 菩薩在解跟行上面無法推動 差異在這裡 這樣了解 其實這一個大願 是我們修行的一個路徑 路徑很明確的指標 要是佛他就有這樣的願 把它自己過成 能夠化為 度化眾生過程的一個模式 所以所有不同的眾生 皆能夠全部度化 如果你 你沒有把自己走過的路 變成一種能量 變成能量 一種願力 來度化眾生的話 那麼眾生 你是陌生的 那你對眾生也沒有辦法 產生實質實質實況的代理 所以修行裡面不要怕 不要怕你的努力會白費 也不要怕 不要怕這是一個多餘的 多餘的用功 這些都是自己成佛的資料 對己而言 那之後突破這個瓶頸 對眾生而言 它就是一個指導原則 它就是指導原則 所以公不堂捐 公不堂捐 我們繼續努力 作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